你知道结婚之后 在这个压力很大 饮食不均衡 常常争吵底下 很多诺言什么山盟海事 永遇爱河都没有实现 但是有一个却实现 那就是白头偕老 因为很快压力太大 头发就都变白了 今天的高医师说就要提供四招 让你可以重新有一个黑皮秀法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会有黑头发 基本上这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有一个胺基酸叫做若胺酸 那这个若胺酸 它会在这个若胺酸酶的作用底下 它会慢慢转化 那最后就会产生这个真黑色素 那这些真黑色素 它就会让我们头皮 或者是我们的皮肤变成黑色 那所以换而言之 如果我们这些黑色素细胞 它就很像是一个印表肌 对不对 它帮我们的这个头发 本来长出是没有颜色的 把它印出颜色 如果有一天它开始老化 或者是它真的没有工作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头发就会渐渐的一直变白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黑皮秀法四招 让你有健康又乌黑的头发 那首先四招第一招是什么呢 第一招是我们要使用穴位按压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穴位按压 高一师以前遇到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中风的中年男子 那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头发 头发都是白的 那有一天这个家属就来门诊的时候 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 我以为是这个 是不是药费太贵了 太惊讶了 不是 他说他现在这个病人 他竟然长头发长出来是什么 是长黑色的 而且开始会长头发 那他就是在搭配我们的使用这个头皮针 以及使用中药之后 他这个头发就开始不断不断的变黑 好 所以我们针灸 我们可以针哪一些穴道呢 第一个穴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百会穴 百会穴要怎么找呢 我们把我们手这样子放在两耳尖直上 然后这个中间的地方就是百会穴 按压下去你就会觉得有点酸酸的 百会穴可以提气 可以改善我们头部的循环 第二个穴道者是风持穴 风持穴要怎么找 我们把手这样子往后 那我们这样往后搭上去 风持的地方按压 也会觉得酸酸的 所以风持穴按下去 一样可以改善我们这颈部的循环 如果你平常很容易觉得酸痛 又或者是你平常 可能就会常常觉得很容易头痛 你一定要多按压风持穴 另外有些人会问我说 到底几岁变白头发算正常的现象 基本上每个种族是不一样的 如果欧洲人大概30岁开始 就会有一点白头发 亚洲人大概到30岁的尾端 如果是黑人大概到了40岁才会有白头发 所以我们会问说 这什么叫少年白 少年白基本上就是25岁以前发生 就叫少年白 那少年白目是什么 好不方便回答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讲黑皮秀法 第二招则是什么 则是我们要搭配正确的饮食 那因为其实头皮的健康 跟我们吃什么很有关系 因为当我们吃很多油炸的食物 其实也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个自由肌变多 那自由肌就会攻击我们这些体内 这些黑色素细胞 常吃肯德基 多得自由肌 听过这句吗 这一定是麦当劳发明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那首先这个若氨酸 它基本上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补充蛋白质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氨基酸 所以我们要补充什么蛋白质呢 就包含我们要补充豆 鱼 蛋 肉类 也就是说我们要多吃一些豆类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人说 我们吃一点黑豆会让头发变黑 对不对 那因为黑豆它里面就有很多的蛋白质 那除此之外 肉类它富含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因此它比较不会有像我们吃红肉造成 提高这个心血管的风险的一个状况 那除此之外 我们需要这个若氨酸酶 哪一些食物会有若氨酸酶 就包含富含铜的食物 总不能去这个五金卡托老板给我一些铜粉 不是这样摄取的 我们要怎么摄取呢 我们就可以适时的摄取像是一些香菇 海鲜 坚果类以及动物的内脏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 维他命B跟维他命E 也就是富含这些 维他命B跟维他命E的食物 就包含一些生绿色蔬菜 或是坚果或是种子类 那这样的一个成分 可能也会对我们头发变黑有所帮助 那黑皮秀法第三招 则是我们要有三步政策 三步政策是哪三步呢 第一步就是我们不要抽烟 因为抽烟的这些泥骨钉容易造成血管收缩 因此就会造成我们头部的循环变不好 除此之外它还会容易让我们秃头 有皱纹 而且会有黑眼圈的现象 那再来呢则是我们不要过度的曝晒 好你要曝晒要晒恩爱没有关系 好但是不要晒太大的太阳 然后晒太久 我们适度的晒太阳绝对是好事 但是如果我们的头皮不断的晒太阳 基本上这些指外线也会迫害我们的这些黑色素细胞 再来第三个步则是我们不要熬夜 以及不要在太高压的环境 我们看到这个黑皮秀法就知道我们要happy嘛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压力太大 我们听这五指叙的故事说 一夜头发都变白了 其实基本上要全部都变白有点难啦 因为本来的黑色头发还是要先掉下来嘛 所以它的状况有可能是全部的黑头发都掉光 然后再全部长出白的头发吗 不晓得 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他压力很大 他的头发就会变得很白 像刚才是有一个朋友在操作股票 哇才30几岁这个头发就一直变白 我每次看他头发变白 我就开始担心台湾的股市 想说股市一直下跌 他头发就一直变白 所以大家一样我们尽量不要熬夜 因为当你熬夜追剧的同时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发质跟颜值真的离女主角越来越远 本来还有点明星点啦 现在就是整个熬夜整个肤色变暗沉 然后要当背影杀手也当不成了 因为从后面看哇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好所以我们乌黑秀法第四招则是什么 则是我们要搭配中药的差异 刚才是讲两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第一个是我一个门诊病人 他来看中医 那他是因为其他的不舒服 但是在中药调整之后有一天跟他一起来的家属很亚异 亚异什么 他说他觉得现在这个男生他的头发渐渐越来越变越黑 所以他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厉害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老师 他到了大概八十几岁 因为他都有在搭配中药 他这个头发都还很黑 然后有一次他坐公车的时候怎么样 就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叫他站起来 那个白发的人就跟他说我六十几岁你要赶快让位 那我们老师就说我年纪更大我八十几了 他就不相信拿身份证出来看 哇还真的他八十几了 所以我们搭配中药他其实有很多这种抗氧化的成分 那有一些中药他可能也有一些这种 帮助这个若氨酸酶的一些成分 所以高一世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茶饮 那这个茶饮我们的组成是什么呢 我们就用兔丝籽15克 不菇籽15克 枸杞15克 茯苓15克 牛膝15克 当归15克 另外我们可以再加上 30-50克的黑芝麻 另外再加上15克的黄气 我们一样大约用1000cc的水下去 大火先煮沸5分钟 小火慢慢煮个30-40分钟 中间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重复两次 之后两次的药液混合 然后你就开始吃 接着就整着头发变好吧 这个药方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的气血循环变好 所以你整个人精神或是面色都会变得更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高医师说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未来的节目 你想要看什么 第一个就是听高医师讲更多美容 美颜方面的节目 第二个就是想听一些中医养生保健 像是肠胃脏器 或者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 第三个则是你想听一些医师的543 比如说医生平常都在做什么 医生的工作是怎么样 或是医生荣誉外遇的对象是谁 邪恶的心乃是良药 每周六晚上7点 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 拜拜